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循环嵌套 也就是多重循环 这里给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就是9乘9的乘法口诀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多重循环是什么一个意思 首先有一个负语句 4i in range 1到10 那我们刚刚就讲过 它实际上是会有9个元素 会执行9次 第一次是会把1取出来给i 第二次会把2取出来 一直到9 10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这一重循环 它的循环体实际上是要执行9遍的 然后我们再看 在它循环体里面的第一条语句 又是一个负循环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循环嵌套 在循环的循环体里面又有循环 这么一回事情 这里面的这个循环语句 它的循环变量取名字是叫J 4J in range 1 然后呢 到哪里呢 上限是I加1 注意了 这个I实际上就是上面一条 就是外围循环的循环变量 第一次当I取值取1的时候 那么里面这一重循环 它的语句其实含义就是 4J in range 1 逗号2因为是1加1等于2 这时候呢 它呢只执行一遍 只执行一遍 因为是不包含2的 而这个resort的结果呢 是J乘以I 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格式化输出 大家在看这个语句的时候 就可以回顾一下前面讲的 Print语句的格式化输出 百分号S意味着 这边是要输出一个制服串 然后呢这边 -5S呢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制服串它是要占5位 而且呢它是一个左对齐啊 这个负号是指对齐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好 然后呢这边有三个百分号 意味着需要有三个变量 然后填充进去 分别是JI和resort按顺序填充进去 然后在这里不需要换行 就是这个输出的时候 缺审不需要换行 所以end等于一个空 好 当里面的这个for语句 循环完毕以后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跟它是并列的语句 print输出的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里面好像是没有内容 但是我们知道 在python里面 print输出是带换行的 实际上就取了一个换行的作用 所以呢当循环I是等于1的时候 里面也会做一遍 输出的结果是1乘1等于1 然后呢内循环我们说就结束掉了 然后换一行 然后开始呢I呢取值 会取2 然后内循环J呢 它就会从1 然后呢到什么呢 到2为止啊 因为这个就变成3 所以1R会执行两次 所以呢第二行 其实输的是1乘2等于2 2乘2等于4 类似的当I取值为3的时候 里面呢是要执行三次这个resort 并且输出三条语句 好一直到最后一次循环 就是打出来了 就是9乘9 那整个过程呢 大家在自己好好的去品味一下 如果你有编程语言基础的话 这个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如果你以前真的没有学过任何编程语言 那光看这个例子是不够的 可能还需要呢 再进一步的去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